我在国外待了那么久 现在终于能够回到国内了 我不想只做助理的工作 为什么 以我的能力 我完全可以应付更复杂的工作 您知道的呀 我在国外 我知道 你的履历非常地漂亮 我完全可以应付更复杂的工作 您知道的呀 区区一个总裁助理 确实是委屈你了 可是有一点你可能搞错了 我搞错什么了 你以为一个助理就是倒茶送水 上船下达 在明德你就是总裁留念的延伸 他的每一个命令 每一个决定 都要由你去代表 去执行 我知道 你是我的女 徒弟 你应该告诉我 我相信有一天 我会以你为我的 好 我不会让你失望 一点 我知道 淳于 你来公司这五年多 确实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辛苦你了 刘总 我来公司 是四年八个月零三天 我很清楚 公司很多人认为我狂妄 我知道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 没有啊 大家都很喜欢你 如果陈总也能对我这么有信心就好了 你还别说 陈总和刘总啊 不愧是地产界的精童玉女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你说是吧 那是 男才女貌 强强联合 他们两个站在一块啊 那就是明德的活招牌 毕竟有什么明性但言都管用 是啊 从小到大 那 作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吃了多少苦 当我看到别人都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时候 我也渴望有一个家 所以一帆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一帆下岗 我没有疯 我说的都是真的 加油 加油 我没有疯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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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 来 喝微风杯水 哎呀 慢慢点 头疼吗 现在几点了 都半夜了 你睡得昏天暗地的 喝点边了 刘念香一帆求婚了 这局是你让他们赢的 你在这场舆论当中 背负了这么多的骂名 是为了让一帆 从这当中解脱出来 如果你不能成功地 把这场戏演完 上家集团制造的照片没事件 是不是就被坐视 那明德就完蛋了 陈一帆呢 也完蛋了 所以听我的 暂时不要去找陈一帆 怎么了 干嘛呀你啊 出去一趟 大半夜的你 你 你上哪儿去啊 你 梦游吗 不是 上哪儿梦游啊你 你把那个不上心的东西 你等等我 当她拥有过了她曾经没有拥有过的东西的时候 她就变了 你所认为的她内心善良 在金钱和利益的下面变得一文不值 看看 看看那是什么 我的新作家 哪儿来的车啊 我买的呀 我帮你们明德背黑锅 你们明德自然地为我买单 她得到了一笔钱 买了车买了房还还清了债务 你现在应该看清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她从一开始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保护你